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前方长 翻开净土宗概论第十九页 接着昨天的讲解 药红二门之分叛 主要引用了上达大师的两段文 然后接下来解释 这两段文特别重要 一段就是药红分叛 一段就是药红费力 有关于药门宏愿 这是上达大师 特别毅历的名目 什么叫毅历呢 就是说在经典里没有这样的原 原来的字句是没有的 是根据经典的意思 它所立的这一个名称 特别的一个名相 叫毅历的名目 那么也是我们在学习上的大师 这一个传承的法脉思想 我们对药门宏愿比较熟悉 而且也知道它的重要性 和它的智慧善巧方便 那一般修学净土的人 对药门宏愿这两个名相是很陌生的 不知道你说什么 因为在我们中国在一千多年来 一些很多大德法师解释净土的时候 很少引用这个 因为上达大师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净土门的一组概念 那药红分叛的门呢 是在观金苏悬议分一开始 也就是所谓开宗民意的地方 药红费力的文呢 是在观金苏结尾 在解释刘同分的时候 上达大师所说的这一段 所以一个是开头开宗民意 一个是结尾给出一个总结的定论 那么由这两段文 前后首尾 前后呼应首尾一贯 就成了一条线索 就整个上达大师解释观金 就是以药门宏愿从头起 然后到最后呢 收接到一个点 所以这样呢 这是一个好像人生的脊梁谷一样 整个观金的脉络 它的主线就非常清晰 所以上达大师他这种解释 如果你要会读的话 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畅宽 那么我们的上人呢 把这两段文称之为 观金苏的两处眼目 非常非常重要 眼目就是眼睛 以这两处文能够理解 那么看观金 你就有眼睛了 就能够明了通达了 所以叫眼目 如果这两处文 你根本不了解 那就是没有眼睛了 不能理解观金的旋意 它的宗旨 好 我们接着往下学习 是解决的下段 前面有门底下解释 那解释呢 先是解释药红分叛 善导大师 这个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出来 以观金所说的 以观金所说的定散二善回向求生为要门 以大经所说的一向专念弥陀佛名为宏愿 这些解释 这些解释药红分叛 下面解释药红费力 先虽开定散之要门 后还舍之 而读取 宏愿之念佛一行 那接下来总结说呢 固执要门为方便 宏愿为真实 以要门引导诸基 归入一项专念 是释迦开说定散二善之意 这些文句都很简略 但是它的意义是很充实的 先开定散之要门 这指观金先讲十三定观 然后讲散散的三副九品 前六品就是 讲大秤善 小秤善 世间善 这是定散二善 那么后还舍之 那是指哪里呢 就到了这个观金流通分 那么 阿难问佛说 我此法之要当云和受持 释迦摩尼佛说呢 如好吃是语 吃是余者 即是持 无量受佛名 那么对十三定观 也不提了 三福诸善 也不提了 这就舍了 不提了 只说什么呢 只把这个独独的 下辈三品讲的念佛 观金到流通分 附主给阿难说 吃无量受佛名 这是宏愿念佛之一行 前面是虽然开 后门又舍了 所以这叫费力 那么这就知道 要门是方便 方便的意思呢 就是不就近 是一个全巧 一时的施舍 这叫方便 宏愿为真实 真实呢 释迦摩尼佛讲观金 那么前面讲的要门 是一时性的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众生根基没有成熟 所以必须要要门 慢慢引导他 慢慢牵引 牵过来 那宏愿才是释迦摩尼佛 要讲的真实的本意 就近的 在这个地方 所以要门呢 引导 诸基 就是定善基 散善基 也就是六度万横 这个自力修行的 种种根基的众生 那引导他们呢 进入一项专念 进入这个宏愿 一项专称 这是释迦摩尼佛 开说定善二善的本意 不然为什么要讲呢 就在意义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昨天也说到 那个图穷笔现的 这个笔域 其实是很巧妙的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荆轲赐秦王嘛 我献多少城池给秦王 秦王很高兴 然后在哪个地方打开看嘛 就图一卷 放放放放 放放后来 匕首出来了 他就本意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这些文 如果详细解释 要解释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参照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这本书 或者是光碟 来了解 学习 这两段包括圣经分叛 南一二道 都有专门的章节在讲解 那个比较 就是展开一些 那接下来就说 药门的作用 定善二善射尽六度万恨 本来是圣道门 自立南行之法 这个定善二善六度万行 本来是圣道门的 自立修行的南行的法门 然后以之回向求生极乐 这样就转入了 净土之药门 因为他如果没有 作为圣道门根基的人 他本来就在修行六度万恨了 他没有求生极乐 他如果没有六度万恨的话 他靠自立修行的概念 他凭什么往生极乐呢 刚好我现在修行六度万恨 我拿这个一回向 他就很善巧 就可以转入净土药门 这是一转 第二转再转 就入了弘愿专修念佛 所以这个药门的施舍 它有这样很方便的地方 那底下再详细地解释 此定善二门之分盘 有双重作用及目的 有哪双重作用或目的 它就是好像一个开关一样 对内对外开合转动自如 在净土门之内 它一放可以转入弘愿 那么对外来讲 它一开就可以射受 接引圣道门的众生根基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不然圣道门和净土门之间 好像一个鸿沟 因为一个是自力修行 一个是他力救度 一个六度万恨 一个是一系 就念一佛 这个差距特别大 凯特别高 可能一步跨不过去 可能中间要门一垫 上去了 好像这个高速公路一样 是两条道 圣道门就圣道门修行的 我就在这个世界 要求成佛的 这是我一条道 那么净土门 我专门念佛 到西方净土的 这两个是两条道 这两条道之间 怎么能够有一个链接呢 你能开车 开了一半 飞到这条道上来吗 开飞车的 可能有的 很少 那上大师这个药门 它就非常方便 它根据观经的教理 它好像是圣道门 和净土门之间 它有一个链接道 一个小岔道 这药门转过来 那么这样 它圣道门开的时候 它一转弯 方向还是到达目的地的 一转 就进入了净土门 就进了宏愿专修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链接道 所以它这个教理的建设 它这种对行人修持的方便 对整个法门的 教理建设的框架结构 这是发前人所未发 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这个所谓称为祖师 所以称为这个凯定古今 它不是说自封的 它这个你一看 非常清晰 这两重作用目的 一个就是为了方便圣道行人 转入净土 第二是方便药门行人 归入宏愿 异乡专念 这是先把标出来 这两种方便 那底下21页这文字来解释 那圣道门的行人 本来是期望在此土成佛 学习六德万恨 正午佛性 德无声法人 成佛 但这个是难行到 成佛的目标 这个发这个大菩提心 要成佛 这是祝福菩萨都 加许 互念的 肯定的 可是这个很难 那我们当初发心的时候 很勇猛 往往人都是这样 一开始啊 觉得可能都行 但是走到一半 就觉得不行了 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 我们小的时候啊 那时候不通车 上学 有时候回来啊 有一次就下大雪 寒假 要走路 四十里 哇 四十里路 但是没办法啊 你就只有走啊 开始走的时候 觉得很有劲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多困难 下学 血很厚 车都疯了嘛 是高中那年 大五岳才就十三四岁 个儿血矮 一点点高 那个血可怕得挨到一半 这根本就走不动 走着再走一截 就非常累了 那个时候啊 就想说 哎呀 左顾右盼 就希望说 有一个车来 搭个便车多好啊 就自己没有力量了 就要盼望 要塌力了 那么净土 顺道门的修行 修啊修啊修啊 怎么修 修一段时间 就马上就觉得 哎呀 这个时候 如果有他力度好 他这个心态 自然这样 就这样 如果能够回向 往生净土 那么到了净土呢 就方便了 自然成佛 哎 这个目标跟他一样 同时呢 这个还比较容易 异行到 这成佛目标 和刑法 都是一样的 他本来也在修行着 这个六度万恨 啊 这目标也是为了成佛 可是呢 一个求生净土 一个在雌土 这个成佛 这个有难以置别 这个一比较 那当然都愿意很自然的舍难取义 为了达成目标 越容易达到的 我肯定要 我就来选择他 这是自然的 比如我们为了做生意赚钱 那如果同样两笔买卖 一个很容易赚的 一百万 一个也是一百万 但赚的你非常难 你愿意拿一个 毫不疑问嘛 肯定要找一个容易的 那么上周也一样 那学习也一样 我拿一个学位 一个两年很容易 拿到 一个还有二十年 那你就拿一个 那这个转呢 他就怎么叫净土药门呢 因为他还是 以他的万行回向 这就是药门 既然怨生净土 进入净土门呢 药门之后 他也有一个逃念的过程 他一开始肯定还抱定自己的 定三万山修行的 这是一个 反复的吸性 或者他的一种 惯性的作用 那么来到净土门之后 既然求生净土了 就有一个逃念的过程 说彼土是无为涅槃界 这是 无为涅槃界 不生不灭的境界 那么凡夫有路的夫善 这跟他因果不相应 这就不能往生 他未必一开始就认识到 这不能往生 或者说这是很难往生 或者说即使能够往生 往生的不出胜 边地啊 遗臣啊 这个莲花胎当中啊 所以种种不足 那么进入世药门之后 经过这个观经这种 陶冶 陶炼 他懂得了 必须要称佛名号 称佛愿力 才能够呢 往生 极乐无为涅槃界 所以这样呢 他心里边 根基成熟了 那何不 既然要求生净土成佛了 那何不再一转 就顺必佛愿 又殊胜又容易 所以这样呢 就再转 就入了弘院专修 使以佛的果地 一具万德鸿鸣 总设一切音中 六度万恨 这怎么能舍得放下六度万行 来念这句名号呢 哦 原来这句名号 已经通通含设了 你所有六度万恨 你并没有减少 你不仅没有减少 你还提高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阴地的 还是不清净的 还是没有成就的 而这句名号呢 是果地的 是成就的 是圆满的 是清净的 所以这样 他也不觉得 没有满足 这个呢 舍裂 取胜 就是六度万恨为烈 称佛名为圣 也是呢 舍自归他 所以我们所谓的修行 到这个地方 才叫做大功告成 才叫做天下太平 你没有舍自归他 都还算不上 都在外面 打支绕 绕千次 舍自就舍了 自立修行的种种观念啊 等等 这个自立的心态舍掉了 那归入阿弥陀佛 这句万德鸿鸣当中 整个 生活在阿弥陀佛的生命当中 这就是药门的两重作用 那我们再看 这有三张表 先看二十元这张表 这张表是很清晰的 佛法分为圣道门和净土门 那净土门之内呢 也分为药门宏愿 药门又定善 稀律临心 散善 非恶修善 这个只是行法 它怎么会成为门呢 回思二行 求愿往生 这就成为门了 就成为药门 那这个呢 是自立回向 靠自己自立修行的 这些功德 来回向求生的 夹杂又自立 那宏愿呢 是以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为正上愿 这个大愿业力是指什么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不过这里呢 把它分开了 大愿 是音中的 五节思维之本愿 这释迦牟尼佛 这个阿弥陀佛 为法葬比序的时候 为谁发的这个大愿啊 为谁发的 为我们发的 为我发的 所以底下说为我发 这个为什么用我字 就是经文虽然说是 十方众生 为十方众生所发的 但是如果你这样读过去 跟你没有交涉 要知道这个愿 就是为我发的 你才感到亲切 就学佛就这样 一对一 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一对一的 阿弥陀佛一个人救度了 救十方众生 把自己漏掉了 阿弥陀佛救我 就行 十方众生 救不救 那个阿弥陀佛的责任 那你把你救出来 你才实在亲切 那么大愿呢 是指照在永结这万行 有愿有行吗 这个修行为谁修的 每个人要理解 是为我修的 大力呢 也分为两种 无碍光明 摄取力 无为无漏 明号力 就是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这种光明摄取 那明号本身呢 它是无为 无漏法 它有它这个 力量来救度众生 这样的大力 已经成就了 为谁成就的 为我成就的 那么这所有的 阴东的誓愿 和万 本愿万行 果上的明号 那么都设在这 六字当中 让我们一向专念呢 就可以蒙受 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的 这个 增上缘的 作用 所以一向专念 那个佛力 得以往生 这个呢 是他力回向 所以他力回向 就是阿弥陀佛 把他 因中誓愿 愿行的功德 果上名号 摄取这所有的 功德力量呢 回向给我们 让我们去往生 他力回向 那自力回向 是我们修行功德 回向给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你看够不够了 可以了吧 那我应该可以往生了 这是两个概念 两种心态 那么第一种心态呢 是一种祈求性质的 是一种担心的 什么时候够了呢 不知道的 而且是我们主动 佛好像被动的 这个具有 最大的不确定性 那第二种就不要了 佛主动的 已经成就好的 给你的 只要你去受 就是你的 这个没有任何遗漏性 那么看下面这张表 六度万恨 是此土成佛 这是圣道门 然后六度万恨 怨神净土 这是净土门了 这是净土门的要门 那么六度万恨 还是六度万恨 刑法一样 目标改了 这就是 有个台阶在里边 好 那么 怨神净土呢 再接下来 怨神净土 怨神净土目标 确定下来了 到一项专念 这就进入了宏愿 这些呢 就比较清晰 那我们来看讲义的 十二页 复习思考题 我们这一章啊 学的是净土宗教相叛事 主要的说明了我们三位祖师的教叛 其中善导大师呢 说到一个是二藏二教叛 另外呢 在净土门之内 有耀宏的分叛 那这几个复习思考题 我来简略的说一说 第一个为何形成诸宗不同的教叛 这是初学的人 往往会有疑问的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怎么他又这样判 你那样判 个人判都不一样 都是佛 因为判一样不好吗 让我们后来学的人方便一点 他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 这个爷爷已经说过了 这里面呢 也举了一个比喻 这是因为角度不同 横看成岭侧成风 所谓横岭侧风 角度不同 那么打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要楼房 你要建设楼房的话 那个人的长处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他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它 比如有的人从楼房的结构 来说明 有的从这个建筑材料来说明 有的从这个建筑工期 来说明它 你不管怎么讲 这个建筑都可以 几个方面来说都可以 那实际上呢 这几个方面都是相通的 你说结构的人 你也不能离开材料工期 你说材料也不能离开 结构和工期 都相通的 这也就是说诸宗的教判 他如果你通达的人 就能知道他之间也有相通的地方 毕竟说的是佛的一代教法 那第二个诸宗教判和净土教判相比 那么净土教判有何特别 这也打了比喻 就诸宗教判啊 他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建设楼房的问题 就是这个佛果就像楼房一样 一栋楼 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佛的果呢 佛的果位呢 那你要得到这个楼房 你必须要详细了解啊 这个楼是怎么建筑 怎么设计 大概花多少钱 需要多少材料 怎么先建哪后建哪个 工期布置安排怎么弄 要讲得很详尽 你这个楼才能建起来 这诸宗不管怎么讲 他就讲你怎么建这个楼 个人修行得佛果嘛 我这样修我那样修 各有各的长处 那净土宗不这样 他的教判解决 他着重在哪个地方来解决呢 他说我没有钱的人 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建这个楼 你要有钱 你要有材料 你要能备料 你要有这个劳力 你还要有时间 你现在还有房子住 然后呢 你再搬过来住 那我现在有没有房子住 我现在也没有钱 我也找不到人 我也不懂得见 我什么都没有的人 这样的人 我有没有房子住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人 也能够解决他有房子住 这是净土门 他要完成的事 那如果这样的人有房子住 那就好了 所有人都有房子住了 所以他等于是说 佛果现成的有房 净土门要解决的问题 说我已经建好了一个别墅群 然后每个人一把钥匙给你 那你进来 所以极乐世界 佛果在那地方 就是给你的 赐给你的 六字名号 就是这个房门钥匙 房卡 你拿来 不管你长高矮胖瘦 这个房卡 进门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 不论是善恶 至于 你念阿弥陀佛 这极乐净土呢 啪 进去了 所以这是我们净土教叛的 它直接要害的地方 对众生来讲 你这样一听起来 你特别明了 那前面讲的是 那个有能力修的人 我们有能力修的人 怎么办 所以你看他的教叛 你看天台华言 诸宗的教叛 对我们来讲 没有用 它是指导修行的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没有用 那我们看净土教叛 就特别的清晰 难一二道 一行道有门 圣经二门 诶 净土门 有希望 这你心里不就很实在吗 第三点 或说净土教叛 很简单 不如像法华 华言等诸宗教叛 这个复利严密 这个法华经啊 是五十八教 这个华言判五教失踪 那展开起来 都是非常 是一种庞大的哲学体系 理论体系 所以一般认为呢 在理论上 净土宗的教叛理论呢 也列于诸宗 比它差 所以呢 我们学习的人呢 应当呢 以法华或者华言的教叛 来配上净土的刑法 有的人有这种观念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他不了解教叛 他是仅仅为了学习教叛来学习 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这个古人 古德祖师 他叛教 他的目的是为了责法 是为了帮我们选择修行的法门 指导众生得法门的利益 他不是故意要弄得很玄妙 或者弄得很复杂 或者说我没有本事 我弄简单 或者我没那两下子 没那个智慧 他不是的 他是根据他的目的 当凡就凡 当简就简 你天台的教叛 你不那么繁杂 你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所以他应该繁细 严密他叫凡 那净土教叛 你用不着那么复杂 很简单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当简就简 那么简和凡哪个好呢 还是简的好 当然各有优处 但是真正说起来 简大道至简 净土果教 以简欲凡 净土法门 他是果地教 他不是阴地教 阴地教就很复杂了 因为你还在阴地 阴地的众生 他的心面本来就很复杂 他的眼界也很狭窄 他的路径 有很多的复杂的状况 所以他必须就很复杂 那么净土法门果地教 到了果地了 他一切都明朗了 就是哪里还那么复杂 我们打个简单 比如就像登山一样 那么你在这个山脚下 往上登的时候 还在山袜子里边 你就是非常复杂 一个小树就把你挡住了 一个小弯就挡住了 那你这个图线 你怎么画这个路线图 你必须发的很细致 这里走哪一个弯 弯哪里 还有一个树挡住 还旁边怎么样 一个溪河 要怎么过 那还怎么走 你肯定要搞得很细 然后拿这个图 慢慢上山 等你上山顶外一看 你不是朗然明白吗 哦 山顶外一看 拿着就拿过来的 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东西能障碍你 所以净土的法门 它是果教法门 以简欲凡 如同登山回望来时路 一切尽在眼底收 就很清晰了 我们这个净土法门 确实一简欲凡 在这个教叛也很简略 行法也很简略 一简欲凡 一记阿弥陀佛 明号 驾驭 欲是驾驭 统射 所有万恨在当中 你看行法很简 简略 那么射击呢 也很是简略 一简欲凡 就是真一法射万击 不像圣道法门 它是什么法配什么击 藏通边缘 藏教就射藏 通教通 这个法门说 上者 你这个等觉菩萨 不能超越七万 下是五逆 办法众生 也可运入其中 一法射万击 射击也是一简欲凡 这就是大手笔 这就是大作略 这就是大圆满 佛法修行嘛 密宗有大手印 什么大圆满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都涵盖在里边 大手印如来掌 不能出如来掌 那么果正呢 也是一简欲凡 那圣道门的果正也很复杂 你修 但五下出五上 你怎么破 建货 怎么破私货 怎么破成杀货 无名货 慢慢破 慢慢正 果正是很复杂的 很细密的 那净土法门 五成其入 其入暴徒 一道暴徒 不退成佛 非常简洁 简略 这一切都显示 净土法门的高超 所以 那么从这个教理来讲 那么古德甚至说 我们六字名号 寒设一大藏教 你看 以六字名号 全部都设进来了 这不一简欲凡吗 所以这更加显示出 我们在事件办事啊 你看他做领导的 或者你看这个人 有智慧没智慧 不是看他 怎么会盘心思 动脑子 搞那么细腻 还不是那样 往往人家很简略 这就是大智慧 非常的 就是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 你办一个大的活动 搞什么奥运会之类的 就真选 选什么 就选一句话 口号 你写一篇文章很容易 我奥运会怎么办 你写一个东西 五十万都好容易写出来 说不要 五个字 你给我搞一个 这个整个的一个标语口号出来 搞不出来啊 很难啊 甚至搞 全世界的专门有公司 说这公司 这个公司叫做这个 智力开发公司干什么 每一年 为这个世界就出一句 一句口号标语 就算是这一年 不认为完成了 但是不容易 这就是顶尖级智慧的人 在里边 几百几千搞 搞不出一句 标语出来 是不容易的 这阿弥陀佛这个大智慧 在十方法界里边 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通通都有了 从印道国 你看这个中医也是的 这个题外话 这个中医很简单 阴阳 就把你整个变化 这个身体 用药全部就在里边了 那么 教义启行 就说我们这个叛教 或者理论 它是为了修行服务的 为了实践服务的 所以这个理论和实践 应该相顺 不可以相乖 就不能够相冲突 那如果说我们学净土 求生西方 那么你用天台华言或他宗的教叛 打个比例就像牛头不对马嘴 圆木映入方孔 就是不能够贴切 一个方孔 一个圆的木头 储进去 第四题呢 略述 净土 教叛 至优胜 那这里呢 跌了六点 优胜在哪个地方 第一 阅法平等 就净土教叛 它 如果从法来讲 就圣道们 净土们 都是平等 都是圣法 都是菩萨道 都是顿教 所以这样它好在哪个地方呢 其实它不会产生法门的真指 那这大家都一样 都是菩萨道 都是圣法 都是这个顿教 从法来讲是平等 那么法来讲平等 你怎么能够突出本宗呢 宗是尊从主之意 那你宗怎么能立起来呢 妄极显圣 这个就是说话 就是很平和 很理性 就非常好了 是约这个根基来讲 显示出净土法门的优胜 那像圣道法门 判教 当然它也是有如实的判法 但是对众生根基来讲 很可能 人家就有点心理不平衡 那是藏教 通教 别教 原教 那也有的人呢 会提高自己 那我是原教根基 你既然判了四教嘛 我如果认为我是藏教的 小圣根基 那都没面子 那这样呢 这对指导的人 他也会把自己拔高 就是这个 学习的人啊 往往都会有这样的毛病 那么净土的判法呢 那你都可以 你去圣道门 也是大乘 菩萨道 顿教 那我们这也有 所以他这个好就好在这里 那望极显圣呢 主要是望什么极啊 就这个时代 根基 还有环境 他紧扣这几方面 不脱离 那圣道法门的叛教呢 他纯粹从这个教法来叛 他然后以这个教法来 然后你众生呢 就自己来找自己 跟这个教法去 就是 那个 自己戴帽子 自己找位子 往里面去唱 那么众生自己 他也没有智慧啊 对不对 你现在纯粹教法判 然后那你们去选 你是哪 他也没有智慧 他自己是一个 那个什么根基 不晓得 自己冒的一代 我是原教根基 我是小石中等元 最高 最上层根基 他就愿意 被这个虚妄心 教慢心 虚荣心 做蒙骗 他自己呢 就 你让他选 让他对个位子 没对准 那顺到净土法门的叛教 他首先就把时代 根基 环境 这些都给你列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帮你来选 你看 你是什么时代 你是什么样的根基 你看 你是什么 你来做 第三呢 讲开放包容 那什么叫开放呢 就是对圣道门开放 你可以回向求生进土 也可以不回向 就是开放 那有开放门 能向着你 那什么叫包容呢 也认可圣道门的修行 正果都是平等 你只要圣道门 能修行 正的果位 那么跟往上进土 都一样 都平等 所以他在这个心态上 是很平衡的 那第四点呢 就说明他和和无正 虽然他对整个佛法来讲 非常好的兼顾道 虽然叛为圣道进土 我是从根基角度来说 虽然没有带 没有什么好真的 那你能修圣道法门 上根地制 这是你自己判断 仍然一样可以成佛 不这样就是和和无正了 那第五点呢 简明实用 这个前面说了 一简欲凡 进土门的叛教 非常的简洁明了 也特别的实用 那么比较起来 圣道门 我们不能说他不实用 只是就某种根基来讲 可能实用性要差一些 因为他比较纯学术 纯理论的多一些 从从教法的立场上来 找演 那么第六点呢 说活力长存 什么叫活力长存 就是它是一个活的叛教体系 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系 它可以永远地存续下去 你比如说现在 这个时代 那么对天台华言 这样的教叛思想 理论著作都存在着 但是呢 几乎就像什么呢 素质高阁 无人问津 乘风大藏 成土就堆满了 因为它在这个时代当中 对我们这样的根基来讲呢 它这个现实的指导意义 活的生命力 就大大的退弱了 那么现在来学习呢 仅仅是学一个学问 所以叛教是为了指导我们修行 我曾经遇到一位法师 他学天台中的 他很感叹 哎呀我这个天台中 我怎么弘扬不出去呀 我说那你自己人不错了 我说你怎么能弘扬出去呢 你自己学的都是 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你弘扬给谁呀 那想也对 所以这些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为了弘扬而弘扬 所以我不能把这个法门 你看要不学习这个天台就没有了 所以为了弘扬弘扬 但你给人家 人家他也得不到实际利益 就这样的根基很难 需要刺激生产 像经济学一样 他有这个需要 那你自然就这个产品出来 他没有这个需要 你怎么样的去给他 他都没有需要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需要什么 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 能够在末法时代大放异彩 他众神的需要 所以活力长存 另外补充两点呢 关于教判方面 就是权辈不权辈 还有过时不过时 什么叫权辈呢 就是圣道法门的叛教 他有可能不那么全备 而净土法门的叛教呢 是全备的 为什么 就因为他简略 你不是圣道门 就是净土门 这就好像 比如我们一个地球 你给他划分 东西两半球 这个还有一路在外的吗 你说东西两半球 不是都划分完了吗 不是东半球 就是西半球 你不是西半球 就是东半球 那你也可以划分 这个叫现在几大洲 五大洲 四大洋 五大洲四大洋 也是一种划分方法 那你也可以按照 多少国家来划分 多少岛 你划得越细菌 越可能漏掉 比方你划几大洲 在哥伦布之前 那可能 拉丁美洲就给你漏掉了 那么如果你要东西半球 一划分 我就没有到拉丁美洲 或者将来 还有什么新的大洲发现我 那都没关系的 就是自然的 他这样他叛教 他就是能够立于一个 就是非常完整的系统当中 你比如天台犯教 那么天台犯教的话 在天台智者大师的时候 大乘起心论还没翻译过来 那么后面翻译的经典 或许可以在天台的 叛教系统当中 比如藏童别源里面 有他的一席地位 那或许有的在这里面 你就很难给他确定一个位置 这样你就是后面翻译的经典 跟前面的叛教系统 可能多少有一点 这个需要 不是那么明确的 所以后面的人 可能又要修正 那么圣道人家净土反门 这种叛教 你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万年 你还能够 你不是圣道门就净土门 不是自立就他立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这个也就是他的 全备不全备 当然这个都是纯一个学术上面的一些探讨 那么其实呢 弥陀要解 就偶尔大师弥陀要解里边 他也说到了 你比如说 这个天台的教叛 华人的教叛也好 他其实是不叛净土的 他对净土这种他立 他没办法判 因为他的教 他不好判 因为他是自立 他自立怎么能判他立 他只是在自立这个范围之内来判 所以天才 这志者大 这个柳威大师 就说极乐净土 教王所不能收 差王所不能立 这个叛教是有很大智慧 像大王一样 把一切教法这边收进来 这是他的主观愿望 但是像极乐净土这种 阿弥陀佛本愿他立所成就的净土 你这个教王收不进来 这是偶尔大师明文所说的话 这就一路在外边 那么这个一路在外边 正是显示出 这些祖师的智慧高超的地方 就说哎呀 太高超了 我这没法判 就离开了这个自立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这个 刘顿力学 在这个地球这个地方 你是可以的 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更广泛的领域呢 在地球吸引力之外呢 你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你就要靠量子力学 那么这个圣道法门 这种叛教 他在自立这个范围之内 是很好 但离开这个范围之外 你就没办法判 所以呢 他这个 跟圣道法门的叛教来比 他就有这些 不一样的地方 那净土的叛教 当然是无所遗漏 那同时净土叛教 也有一个 就是各知其位吧 比如净土叛教 他判圣道门 他只是简略的 他并不在圣道门那边 在详细的分析 那个让给谁说呢 让给天台 让给花言 让给他们说 因为我们的主点 就像建房子一样 怎么建 这不是 我们的主点说 没有房子的人 怎样要是给你 让你房子住 这个房子怎么建起来 他反正也没有钱 他也建不了 他也没那个本事 你跟他讲那么多 他头都大了 就要一进了住 高兴欢喜就行了 他在这方面 找理不多的 这是因为他 引导的方向不在这里 那么让圣道门的 这个叛教 都可以尽情地发挥 所以这个互相啊 都有空间 都有地位留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叛教过时不过时 刚才也说了一下 诸宗叛教呢 是有可能过时的 净土叛教是永不过时的 因为净土法门 长存未来 不管你到哪个时代 众生都需要他来指导 好 第五点 第五个题目 南行道的难度特点 大家可以看文 不过说明一下这个难度啊 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像我们渡大海一样 你都体会不到多难 你刚下海的时候 还有一点力气 可以三滑啦五八啦的 慢慢就没劲了 但是你觉得最难的时候 其实还是才起步 渡大海也多难 你根本没法想象 三大亚曾奇迹 渡过生死大海 到达涅槃彼岸 这个难度 我们很多人是跳在岸边 就这样子游戏一下 觉得哎呀我可以修行 你修什么 就在诵经就要修行啊 这样打坐打瞌睡就要修行啊 就在那里 就是你会那个败颤就要修行啊 你就会入定了 我的票负起来商店了 对不叫修行 第六 一行道的批语及特点 七 难易的关键在哪里 难易的关键在哪里啊 难易行道一行道的关键在哪里 对 智慧 关键就在于有没有靠佛的力量 有了佛力 一切不难 没有佛力 确实很难 对不对 因为佛力还有什么难的 没有难的 这个关键里有没有佛力 你有没有靠上佛力 佛力是有的 那有人讲这也怪难的 师父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靠得上佛力呢 这个要靠上就怪难了 第八题 修行佛法一定要精勤辛苦吗 这个我想大家都懂得了 有一行道 安乐门不一定都要精勤辛苦的 就是破斥抱有这种固定观念的人 第九 略述难易二道与圣经二门 十 略述身闻圆觉 菩萨修行的次第和正果时间 这个都是具体题目可以去看 十一题 圣道门修行要达到什么程度才散了生死 也就是所谓的夜尽晴空 这个见或修或 断见或断修或 断灭成功杀或无名或 就夜尽晴空 一句话 那么上个大师讲就是 人无我二法双遣除 遣双除 就是达到人无我法无我 这就是圣道门修行正果的标志 不是说你会读 诵地藏经 会读法华经 就代表你正果 这个谈不上 你不会读经 你人无我二法 这个人无我法无我正道了 经典一句不会懂 你就是正果 六度大师他不是字的 他不要是字的 十二题 我们有能力今生断尽烦恼吗 这个要每个人自己回答 本人的回答是不行的 至于说有人回答说能 他自己回答能不能 我们也不能说他不能 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反观绝照 这个不是讲今生 今生能断尽烦恼吗 断尽烦恼处理生死 这个 圣者再来可能 已经挣了三果了 努力一下就四果还是行的 食业凡夫那是不可能的 经典讲是不可能 你断贱货 这是最基本的货业烦恼 经中说如断四十里流 四十里宽的河流 你阻断它 你抽刀断水 水更流 借酒交愁 愁更愁 怎么能断 断了不是福 福祖饭了 它又长起来了 没用 那我们如果今生不能断 能断就使劲断断看 不能断 那就还有一个 能不能保证 生生止境不退呢 说我今生我是断不了 但是我来生 我可以接着修啊 生命是无常的 是无限量的 我下一辈子结了修 这辈子我走了五里 再来我再走五里 愚公移山 我背一辈子结了干 我总有可能把这山搞平了 其实愚公移山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还是靠他力 搞得后来 上帝被赶中了 派了神仙来 王物两个山给他搬走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有可能会出现不孝的子孙 我老我前面祖宗没事干 在挖山我不干了 这山不就永远挖不了了吗 我们这辈子讲修行 这辈子可能还不错 下辈子呢 下辈子不孝了 忘了前辈子了 不孝子孙不干了 所以印光大师讲过了 不往生西方非常危险 你下辈子 可能还有可能做人的 虽然少 下下辈子再做人的 那几乎就没有了 接下来一个题目 哎呀我也没办法精神断烦恼 我也不能保证只进步退多 我很可能退多 因为我这种人啊 就是胆 就是愿意退多 哎呀我不要讲来辈子了 我这辈子我就是退多的 我们不要讲来辈子 就这辈子你自己看一看 你能够只进步退吗 你办事情你都是在那里心退心 都在那里存在着 你说职位上能只进步退啊 不可能一定要退休的 你工资你能够执掌不是不落吗 不可能到最后一定是也要发退休的 身体说只进步退吗 不可能一定是越来越衰老的 没有只进步退 那你来生哪能会只进步退 然后我做不到 那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呢 有没有不断烦恼 也能出生死成佛道的法门 如果有这个法门 那我们就有份 哎呀还能喘一口气 如果没有 那就死定了 就佛法不要修了 所以很多人他原来信佛 他后来为什么不信佛呢 他信外道去 因为佛门里面 他找找找没有 都要断烦恼才能够出生死 他没有遇到这个 不断烦恼也可以出生死 成佛道的法门 他想一想 我对佛虽然有感情啊 佛对我没有恩德啊 那我只好再去拜上帝了 这个是不是佛对他们 他没有找到这个法门 那么原理是什么呢 这就是靠佛的原理 好我们这堂课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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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